欢迎收看7月9号周五的疫情大透视 首先关心台湾7月13号将在三级的警戒下为解封 防疫指挥中心定出有条件开放餐饮业内用 不过全台湾有超过一半的县市决定维持禁止内用 防疫指挥官陈时中说 这没有同不同标的问题 在三级的规范内 各个县市政府都可以自行评估 在防疫强度和防疫疲乏之间寻求平衡 周四指挥中心给出13号为解封的指引 不过各地县市政府的做法都不一样 陈时中表示规范就照规范 而松绑则是指引 各地可以自己评判因应 也再三说明相关措施会滚动式调整 周五公布新增32例的本土确诊 四例境外移入还有十二例的死亡 本土确诊中包括台北的十九例 新北十一例以及桃园增加两例 当中有华航货运站案的确诊者 同时桃园再报高尔敏员工确诊 陈时中表示筛检到现在初步判定不是群聚 而防堵疫情加强入境筛检 检出阳性的个案都要定序过 指挥中心会整了一周的统计 目前定序五名案例就发现有三种不同的变异株 担心说他们会不会有传播开的风险 那这边特别说明就是因为他们入境 都进到我们的集中检疫所去采检 然后相关的这些班机的接触者 也都在这个专案当中 事实上已经是都入住集中检疫所 都会受到严密的一个监控 不会说有这个漏到社区去的一个情形发生 五起境外移入定序包括三起分别从英国及印尼回台的案例 验出印度Delta变异株 在加上之前确诊的秘鲁祖孙 近期就有五起的Delta境外移入 而一例从柬埔寨回台的个案验出英国Alpha变异株 不过不同于台湾本土流行的英国变种病毒 还有一例是从美国回台的案例 验出巴西Gamma变异株 新产海电视黄亮剑曾经敏台湾台北报道 台湾中央政府宣布维持三级的防疫警戒 局部为解封 台北市政府下午表示 餐厅维持禁止内用 一例外带 那么另外包括校园操场也维持不开放 脱下口罩群聚吃饭 最危险的 这些摆最后面 所以到现在七月十三号以后 餐饮还是只能外带 外送还是严禁内用 百货栏卖场市场夜市 在现阶段还是禁止内用 一例只能外带 那些面罩 口罩 健康检测 这些都还是要做 所以这个是最后才开放 台北市今天新增十九例的确诊 市长柯文哲说 透过PCR检测 仍会在社区发现潜藏病例 考量风险仍然高 因此不开放暂地内用 目前北北基陶北部四个城市 还有台中高雄都不开放内用 在六个直辖市里面 只有台南市开放餐饮业内用 中央防疫指挥中心周四宣布延长台湾的三级 警戒到7月26号 不过也公布了部分行业的围解封指引 但是新北市长侯友宜拍板 新北市的餐饮业维持不开放内用 仍然采用外带 而新北市的电影院图书馆 学校操场等公有的运动场馆 仍然维持关闭 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八日宣布 全国三级警戒将延到7月26日 但也公布室内外常管 餐饮常说等处的违解封指引 对此新北市长侯友宜久日表示 市府团队讨论后认为 有很多地方业者和管理单位 都很难做到 面对疫情 新北还是要严肃面对 台北 环南 北龙 每天荣然有个案确诊 新北也不断地受到波及 这一波的北龙跟环南的清理 尚未结束 后议表示 现在仍有隐形传播链未清理完毕 而且全台疫苗覆盖率还不够 这时绝不能冒进 将是情况调整策略 希望所有市民能共体时间 面对疫情继续保持低度生活 对双美来说都是一个严峻的疫情重灾区 那重灾机所采集的策略跟方式 当然会跟其他的各县市会不一样 希望两次还是以七一连法 防疫为最重要的优先 大家同心其力把防疫做好 才是现阶段最重要的方向 后议说新北会以维持三级警戒为标准 管制为原则 放宽为例外 继续做好防疫工作 新唐人亚爱电视林家 为黄天峰 台湾新北报道 我们来看到7月9号周五的台湾疫情快讯 今天新增32例的本土确认个案 防疫指挥中心说 比昨天多 不过整体趋势仍然往下走 台湾的三级防疫警戒下 适度的松绑标准惹出争议 那指挥官陈时中说 必须在防疫强度和疲乏之间取得平衡 台北市党柯文哲提出了 微解封三原则 餐厅夜市仍然禁止内用 那么台湾的疫苗接种 凭7月底涵盖率充25% 目前第9第10类的民众预约 已经破200万人 台湾防疫指挥中心 昨天宣布三级警戒延长到7月26号 而部分的场所为解封 但学校安清班 补习班 维持现行的规范 幼教总会表示 教职员工在7月8号起 已经陆续的接种疫苗 希望纳入这一波的解封范围 行政院长苏贞昌回应 会滚动式检讨 三级警戒以来 小朋友都在家远距教学 爸妈居家办公 还得兼顾小孩 眼看三级警戒延长到7月底 健身房和电影院都适度开放了 但爸妈最希望解封的安清班 幼儿园 却还是去不了 幼教总会也表示 全国幼儿园教职员工 7万3500多人 陆续在7月8号施打疫苗 在社区案例控制下应该授权各县市政府 让幼儿园恢复正常上课 不然尽管幼儿园有开放收拖照顾 但学生没有全部回来 也无法进行正常课程 我也要求各部会就各地的业者民情反应 我们随时调整滚动检讨会到13号 还有一点时间 我们会再做各方面的调整回应 苏贞昌强调会滚动式检讨 教育部次长刘孟奇则表示 疫苗施打需要一段时间才有保护力 会持续跟指挥中心讨论 在条件符合之下 让幼儿园恢复适当营运 新唐人亚太电视 史千里 真永如台湾台北报道 美国白宫COVID-19疫情应变小组 将获赠疫苗国家的推文删除掉 而这推文里面就包含了中华民国的国企 引发猜测 白宫解释这是团队的五行之过 并不是政策改变 那么对此行政院长苏贞昌受访表示 美国协助台湾是采取实际行动 包括赠送疫苗 派遣跨党派的议员访问台湾 苏贞昌说 台湾尊重友好国家的战略规划 美国是用实际的行动 一步一步的让世界更看到台湾 更给台湾非常有力的支持 至于我们的友好国家伙伴们 要怎么样子战略外交 整个应对 那我们都非常尊重 这样子的一个动作 虽然只是网站上面的一个三文的动作 但是背后有没有其他的一些国家立场的考量 那这是不是也象征美中关系 或者美中台三边关系的一些可能的变化 我们的外交部还有驻美单位 白宫COVID-19疫变小组 日前在推文发布获赠疫苗的国家 包含了台湾 还附上了中华民国的国旗受到瞩目 不过之后却无预警的删文 尽管白宫说是团队的无心之过 不过中华民国外交部表示 已经请驻美代表处提醒美方 不要因为移除相关的推文 而引起外界不必要的揣测或者误解 中共病毒COVID-19不断的突变 Delta印度变种散播了全球近百个国家 此外目前主要还在美国加州范围 传播的变种病毒Epsilon也受到关注 美国媒体报道 美国华盛顿大学和利尔生物科技 共同研究发现 Epsilon的病毒刺突蛋白的三个突变 可以抑制辉瑞莫德纳等MRNA的疫苗 所产生的抗体的中和效率 而这让当前疫苗的防护力下降五到七成 中共病毒的Delta变种 不止在东南亚区域迅速的蔓延 未然全球超过了80个国家 美国的疾控中心CDC所做的数据模型显示 Delta变种已经成为在美国最流行的病毒株 占新感染病例超过一半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数据显示 美国有24个州的中共病毒确诊人数 在过去一周里出现了10%以上的增长 卫生专家表示 印度Delta变种病毒是主要原因 该变异体已经成为美国主要传染毒株 截至本周三 美国已经有47.6%的成年人完全接种了疫苗 纽约州长库默宣布 包括纽约市贾维茨中心在内的 三个大型疫苗接种站将在本周五关闭 库默表示 减少大型疫苗接种站的举措 是要将资源转移到疫苗接种率低的社区 提高接种率 生物技术公司莫德纳表示 他们正在研制将中共病毒疫苗 所使用的信使RNA技术 转移到流感疫苗当中 目前已经开始了临床试验 目前流感疫苗的有效率只有50% 而莫德纳表示 他们最终要开发出能够同时预防流感 病毒性呼吸道疾病和中共病毒的疫苗 新唐人记者韩瑞综合报道 我们接着看到美国媒体报道 全球有六个国家 这六国超过六成的人口 已经接种过一剂疫苗 不过每周仍然有超过1000例的确诊 其中五个国家主要施打中国疫苗 其后美国媒体CNBC报道 全球有六个国家超过60%的人口 接种过一剂疫苗 每个星期仍有新增确诊1000人以上 报道指出其中五个国家 智利 阿拉伯联合大公国 塞西尔 蒙古和乌拉圭 都是打中国疫苗 6月22号路透社报道 智利接种了1680万剂的中国科兴疫苗 三百九十万剂辉瑞BNT疫苗 以及首量的中国康希诺疫苗和AZ疫苗 但就算全国超过六成人口 打过至少一剂疫苗 七月至今每天仍新增1000到4000人确诊 这也导致一些民众不想再打科兴疫苗 非洲岛国塞西尔 这个人口快十万的国家 超过百分之七十二的国民 接种过第一剂疫苗 完全接种的人更达到百分之六十九 但塞西尔却是目前全球感染率最高国家 每一万个人当中就有十五点九个人确诊 而塞西尔一开始也严重依赖 中国国药集团的疫苗 最近才敢用较多其他厂牌的疫苗 今年六月印尼有二十六位医生死于中共肺炎 其中至少十人接种过两剂中国科兴疫苗 印度尼西亚医学协会的数据显示 在五个月的时间当中 至少二十位接种过两剂科兴疫苗的医生死于COVID-19 感谢您收看七月九号的疫情大透视 我们下周再见